台南市有一名男子 这一天到半山腰去采蜂蜜 结果他不小心从高处摔了下来 不止脖子摔伤 最可怕的20台巾的虎头锋 当时全部倾巢而出 折得他满头满脸 但是因为山区的道路狭小 进行天雨路滑 我们看到12名的消防队员 爬了好久的山路 沿途还得跨过高顾腰部的杂草 总共花了四个多小时 终于排除万难 把他送上了救护车 12名壮汉抬着八十几公斤的黄先生 沿途都是高过腰部的杂草 不时还得跨过大石头 天雨路滑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好不容易走到半山腰 还得射溪到对面 一个人都很难通过的狭小山路 12名消防队员为了抢救黄先生 爬了三个小时 才到达台南湿南西区的半山腰 找到他 躺在城北板的黄先生 嘴唇发白表情相当痛苦 因为8号下午2点多 黄先生和父亲上山踩蜂窝 不小心从高处摔下来 不只脖子扭到20台经的虎头锋 全都跑了出来 遮得黄先生满头包 站在一旁的老父亲 看到儿子为了踩蜂被遮伤 满心着急 消防队员将黄先生装好固定器 抬上救护车 总共花了四个多小时 才顺利把他送到山下的医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薛惠文 台南报道